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胡天胡 这是几年前刘如平在网上的一段视频 是武当山的重道士 到武当山下,一个武馆 实际上就是一场提款打架 站起来这个光头姓孙 是孙师傅从新疆来武当山下开武馆的 他抢夺了武当山 开武馆的道士的声音 并且这武当山有很多不敬的语言 现在穿黑衣服写着太极的 是新陈道长俗名周锦波 也开着一家武馆 他是2001年湖南攒大王 获得过亚军 上手牵踢接着就全打 两人纠缠在一起 停停停停停 大家大家还停 一二三开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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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斗结束 道士们与孙叔握手告别 显得比较友好 道士们是来观战的 应做个见证 从摄像到道士 基本上是偏向 信臣道长 作为局外的吃瓜群众 我们很难彻底弄明白 谁是谁非 现在我们只就这场 真正的打架 前面再看一下 从另一个角度拍的视频 手机拍的 这是周静波 在练习三打 在央视舞台的武林大会上 周静波 还获得了武当太义五星拳 年度冠军 他开设的武馆 现在是很精盛 学习的人很多 有人认为他在 大家的中国用的 本拳不要出色 而实际上 当时 三打的本拳 就是这个样子 后来才有所改变 有武当真的背景 又有 他这样的 教练 能够做三军的教练 还能把教练 吸引人 学习 就自然了 这是一场真实的实战 实战 实战大家 所用的招法都非常的简洁 用不着多余的招法 直接拼 两人已经骂极了 打的都是真功 简单的说 就是三拳两腿一摔 人们常说 中国武术里有很多骗人的东西 实际上 他也不完全是骗人 是想象出来的 看看 现在这个视频里 这些接打的方式 在真正的搏击中 是很难用上的 一接一摔 一接一摔 一接一打 一接一打 一接一踹 一接一踹 一接一打 一接一打 一接一摔 一接一摔 像这种情况 在真正的实战中 基本上见不到 我们从 信臣道长 和孙世武的这场 打架切磋中 真正的实战中 你看 根本就用不上这些招法 这些招法怎么用 这是表演 这是说手 根本就用不上 原因很简单 一是 都是高手 速度都是非常的快的 无论是拳 无论是脚 你根本就没有时间去接 没有这样的时间差 第二 力量是非常大 你一接 容易把你一下子给打了 打过去 连你的手一下子打过去 我们传统武术 很多的招法 很多的 看似有理 说着也有理 用着好像是怎么回事 真正实战 就 弄出破绽 两人真正打起来 谁给你这机会 一定要和你争择 所以 你看我们在真正的实战中 很少 能有这样的机会 传统武术 很多骗人的东西 我们把它说成是一种骗人的东西 就因为在实战中 是几乎用不上 听得有理 说得有理 比获起来 也好像是这么回事 真正一打起来 这些 全都用不上 这就是 真实情况 很多武术大师 表演可以 两人对练可以 真正一上擂台 或者 一实战 一在 街道上 马路上 打野架 全吹 信臣道长 在这场比武中 完全占据了优势 看看他怎么打了 我总结为 三拳 两腿一摔 很简单 招法很简单 马上就要开始 信臣道长 是主动进攻 两人在这儿先 互相的 互相的 远中事弹事弹 先踢 接着打 这没摔了 两人互相的抱住了 没摔了 谁也没摔了 在这里边摔跤很重要 如果他头一下又摔倒了 他又胜了 这又有第二番战斗 他就能拳倒 能拳倒 然后连踢再打吧 先打后踢 接着 摔 抱住了 抱住腿了 就没摔到 这下子 对方 然后后边 远倒 他一定是向后退 就已经败了 败了 往后退 这就算结束了 所以三拳那样的一摔 很简单 就几个招法 剩下的就是训练体系 信权道上 用的是散打的训练体系 以散打的训练体系为主 然后他也教传统武术 以传统武术为招牌 现在很多武管的 传统武管的 都是这个模式 以搏击为基础进行训练 打着传统武术的招牌 教传统武术的招法 传统武术的套路 真正实战 用的是搏击的训练体系 我国的传统武术 实际上是有一个很深的 很深的功夫 这功夫是很难得到的 这个功夫可以说 是可遇难求的 现在表演的是 著名的 杨氏太极拳 老六路的传人 卢氏太极的 创造者 石鸣 在表演这一功夫 他的功夫的主要特点是 完全 使人 飘起来 站不住 使他的对手 站不住 这是他的功夫的主要特点 他的功夫 完全 都是从这一点出发 使你站不住以后 他才发挥他的功夫 如何让对方站不住 这是他的功夫 要研究的主要内容 自己站得很稳 让对方 想站站不住 想与大力 接词的时候 让你接不词 于是他来 行使他的 行使他的方法 让你 跟着他的 思想在动 把对方的根 拔了 让对方 与地球 接上力 于是 他就很能够 这就把地方给 调动起来了 一调动起来 再发人 就很简单了 这个功夫 是很难得到的 是需要 花大力气 来研究的 如果让对方 站不住 没了根 再 进行搏击 就很容易了 这在表演 看 对方都站不住 一站不住 你底下站不住 自然就拔了根 一拔了根 你无法发挥 自己的力量 自己就飘起来了 就像在水上飘一样 所以对方呢 你很容易 一葫芦他们 就全都飞走了 很多传统武术的爱好者 太习拳爱好者 之所以那么痴迷 大家都在寻找这个东西 真正能够得到他的 却很少很少 有的人只得到了一部分 如果能够得到这种功夫 把这种功夫运到 运用到 搏击中 那就很容易取胜了 中国传统武术的博大精神 不在于他的招法有多多 有多少种窍门 而在于 有这种高深的功夫 这种高深的功夫 依然在民间 悄悄地传播 希望这种功夫 在民间能够生根发芽 有更多的人掌握 我是胡天虎 希望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再见 感谢 感谢观看